五谷区公所和市议员陈明毅联合举办欢庆圣诞点亮五谷活动 现场提供了50份的圣诞烤鸡全瞻 限量小熊玩偶以及圣诞红和摸彩奖品 吸引到不少民众是前来排队参加 并透过点灯的活动与民众一同见证生活环境变得更好了 五谷区公所与市议员陈明毅 在五谷国小校门前人行广场联合举办欢庆圣诞点亮五谷活动 当天区长洪丛联市议员陈明毅及多位里长和地方士绅一同按下开关点亮五谷 象征五谷近年来多项软硬体的改变 垃圾山的翻转各公园的改建带给五谷民众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感 五谷从很多的硬体软体一直的改变 从我们的垃圾山的改变 然后到我们的各个公园的改建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日子的一些点灯的活动 让五谷亮起来 让大家觉得说在五谷的生活是一个城市光荣感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欢乐的耶诞夜 那我提出这样的想法和我们的区长配合 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 我们让五谷点亮五谷 让我们的五谷大家可以看得到年节的气氛非常地丰富 点灯后整个人形广场明亮起来 现场市议员成名义 还提供50份圣诞烤鸡全餐 限量小熊玩偶 以及圣诞红和摩采奖品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排队参加 我用经费支持 我们把整个五谷点亮 同时我们在这里今天晚上点亮五谷的同时 我们准备了50份的圣诞烤鸡全餐 我们的点灯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元宵节 这段时间都一直把它维持住 让大家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陈明义表示在市府及公所团队的努力下 五谷改变了许多 透过点灯活动与民众一同见证 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广场上的灯光每天晚上都会开启 持续到明年的元宵节 记者胡雨萱五谷采访报道